明顯的公安意外要來關心到新北石板橋區 亞東科技大學的外牆 連續兩天掉落磁磚還有水泥碎石 差一點雜重騎士還有路過的民眾 原來呢 學校的外牆正在進行拉皮工程 雖然說是有裝設防護網 但是範圍太小才會差點釀貨 對此公務局表示已經派人到現場稽查 要是再沒有改善 最高將開罰9萬元 駕駛開車途中瞬間 一整塊石頭從天而降 讓前方騎士跟自己只差一點點就被砸中 仔細看這顆拳頭大小的石塊 就是從旁邊大樓掉落 掉下一個蠻大塊的石塊掉下來 然後整個踩煞車嚇到 跟他工程人員講的時候 其實樓上還是有碎石再往下掉 想起驚信一瞬間還是很驚恐 公安意外就發生在新北石板橋區 亞東科技大學 中秋連下這兩天 外牆不斷下起磁磚雨 甚至還會降下水泥塊好幾度差點砸中 歧視跟民眾 那邊也做防護 也把它全部遮蔽了 就讓落石盡量落在櫻架中間 現在只是在清櫻架踏板上面的土石 還有窗台的土石 剩下一些小碎石 原來亞東科大正在進行外牆拉皮工程 雖然營造商有架設防護網 防塵網以及三角追 不過底下防護線警戒範圍拉得太小 偏降水泥塊才會差點波及右路人 引起公共安全意外都發 這個部分我們會依照建築法63條 最高儲營造廠9萬元 工地主任強調會趁著中秋廉假 趕緊把工程收尾 公務局也立刻到廠會堪 因為這路段車流量大 雖然目前沒有砸傷人 但防護措施沒做好 隨時都可能釀貨 介紹到中中林新北市採訪報導 長期 internacional 蔪孝 Bone